大超哥我过来了 你真来了呀 对呀我还给你带了礼物了 我的干嘛呀你这么远你还真来我一开玩笑的嘞 我我从来不开玩笑的你看到没有 这是 我知道你喜欢吃鸡所以特地给你带的呀 你要抓点吃鸡了呀 对呀 我的干嘛还是一公一母吧 怕你俩在屋顶上怕他们俩无聊吧 哈哈哈哈 怎么回事啊欧妹妹 你怎么突然就跑过来了 快别说了我家里真的是一刻都带不下去了 天天逼我去相亲我这不投奔你来了吗 那你找我也没用啊 你说我我我都快换不下去了 我都准备进场打螺丝去了 哈哈哈哈哈哈 反正我来都来了 反正我是不会回去了 那不行你在我这我不方便是吧 你反正你去哪我就跟着你就行 我自己都快吃不起饭了 我在打螺丝呢 我怎么能当上你啊 有饭吃的时候你吃着我喝餐就行了 那肯鸡骨头行不行 鸡骨头砸一下行吗 哈哈哈 你看多久啊从湖南过来 八十小时啊 我怕你真的是疯了吧你是 那这鸡怎么回事是在这买的还是 家里抓来的 福田抓过来的 对啊 我这个天哪 那你吃饭了没 没吃了不是等你吗 那咱们找个地方把这个鸡做了吧 走吧走走 你把这个圈了 你超哥这是什么地方呀 这是鸡场 那跑山里呢 你是在这边养鸡吗 不是我养鸡 是我一个朋友在这边养鸡 他做的鸡非常好事 我们就把这个鸡拿去给他加工一下 可以可以 哈哈 就在前面呢 哎你走 鸡大超 你要带表妹过来了 啊 这么快 这个鸡你都做好了 哈哈 对的 这个不是你的 这是表妹带过来的 哦 哪里的鸡啊 这个这个树的画场 你先拿去帮帮我坐一下哈 哦 辛苦你一下 哦 好嘞 哈哈 小鸡 你过来过来坐 好 不是你到底咋回事啊 你怎么外面前面都跑出来了 就是家里逼乡亲吗 所以出来了呀 是真的呀 真的呀 我以为你说在玩的呢 没有啊 去很多朋友家去过了 然后我爸知道的 他就把我 带回去了 所以我现在就跑远了 你出来你爸妈知道吧 他们知道 但是他们不知道我跑哪去了 你都没跟他讲你跑这么远 我说了呀 但是他不知道我去哪里了呀 你你还是跟你爸说一下说实话 你说你得过来找朋友 晚几天就回去了 你这 要不你爸妈很担心的 你咋这么皮呢 你说啊 他说把你带回去 哈哈 把我带回去 哈哈哈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我没有打算呀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你带多少钱了 你现在没钱了 所以来投奔你啊 我现在也是 你不扎过江姿势男包 我现在也不知道该咋办 你好了呀 哈哈哈哈 好 先吃饭吧 先吃饭哈 把你做好了 先吃饭再说 来来大畅 买点吃了 尝尝一下 我做的手艺 先吃吧 先吃吃饱再讲办法 尝尝就先手艺 你的肉上有没有吃饭了 没吃 没吃哈 嗯 那你多年了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帮你换 你对我碰我自己碰不起啊 我没办法 确实陪你送 李宗你这里不是要插个养鸡的吗 哦 你来帮养鸡啊 你还怎么样 要不你再给李宗养鸡 不行啊 我只是吃我不会养啊 那学嘛 你怎么不教你的 我要跟着你 我不能跟着我 你不能跟着我 我不能跟着我 不行 帮我养鸡算了 帮我挨鸡是吧 对 我必须得跟着你 哦 你不要跟我的 我自己吃不饭现在 你给我摊上喝就行 哈哈哈哈 好养的 嗯 赶快多吃点 给你饿坏了哈 快这么久 哎大叔 嗯 怎么要厌食这么多表妹 这个不是表妹 这个是湖南大门鱼 以前我路过他们家 他们家吃个饭 哦 嗯 所以就认识了 嗯 对啊 嗯 你吃饱了没 那接下来咋搞 已经搞了 那你要真想留下来的话 你就跟你爸妈打个电话 然后交代一下说清楚 不要让他们担心 那超哥我就跟你换了 哎 那你如果实在不想回去的话 我明天 你想想办法好吗 你吃到够 我就知道你肯定有办法了 哈哈 看你高兴了呀 美女 嗯 这里有人坐吗 没有啊 一个人啊 对啊 那我可以坐这里吗 我跟你又不认识 不是你看这边 但是生意比较好 然后没地方坐了 我能不能跟你拼个桌 我不认识你啊 我怎么要跟你拼桌啊 不认识啊 但是我坐下就认识了吗 刚开始都是从 不认识到认识嘛 是不是 从认识到好朋友 对不对 但是 但是 哈哈哈 你放心 我不是 你去那边坐啊 那边 我怎么拿 那你再等一会嘛 你不认识 我等了好久了 他一直不能走 反正你个人嘛 是不是 我再给你坐一下 你吃你的我是我的是吧 你喝你的我喝我的 不影响的 那 那你说吧 可以是吧 好那谢谢你哈 嗯 美女你怎么光喝酒 有没有点东西啊 想吃只想吃 那要不这样子 你请我喝酒 我请你吃烧烤 你没点是吧 对没点 那我去点烧烤 然后你请我喝酒 我请你吃烧烤 行 哎 行 好来门静你先吃 啊来 你先先吃 你尝一下看怎么样 怎么样 嗯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酒吃烧烤呀 是大半夜的 不吃的 咋的有心事啊 嗯 咋回事啊 大老远的从武汉跑过来 约好了在这里见面 结果 电话关机 失联了 还有这样的 你刚从武汉过来呀 对呀 刚到 到多久了 到了几个小时吧 这几个小时就联系不上了 在路上还来联系了 到这里就没人了消失了 那他什么意思呀 谁知道呢 是什么你男朋友吗 网友 我没见过是吧以前 没人 他一旦不靠谱啊 嗯 所以呢你就 一个人在这里喝门酒 对啊 来 我给你倒酒啊 你我我我 就我都不喝了 我不行 我说好了 你请我吃烧烤 我请你喝酒 我不行啊 不行啊 男人能说不行 哈哈哈 你听过这句话吗 男人不能说不行啊 我们干杯啊 第一杯 不是那个不行 是这个喝酒不行 哎 要不你喝 你喝我 看着你喝怎么样 你看着我喝啊 那我一个人喝酒啊 还是一个人喝门酒啊 得喝 必须得喝啊 来来来来来来 那行吗 那那喝吧 来来干杯干杯干杯 帅哥 你是六盘水本地人吗 嗯 我不是本地的 我也是从外地过来避暑的 啊 外地哪里的 嗯 我我陕西 说起来咱们还是八个老乡 哦 你不是湖北的吗 对 那我们就爱做湖北的 现在男人都不靠谱 是吧 确实不靠谱 那也没见到网友 是不是 也见到我这么一个大帅哥 是不是 好像也是啊 咱们还八个老乡呢 是啊 怎么称呼你们女 我叫卉卉 哦 我叫大潮 啊 来卉卉 来 你吃下这边的特色美食 这是 那个马扎 你吃一下挺好吃的 马扎 马扎 对 这个能吃吗 可以吃的 你尝一下 挺香的 没吃过呀 没吃过 第一次 你先尝一下 没事 真的可以吃 可以的 一尝 小吗 不挺香的 再干一个 干 这边的气温怎么样 哎呦 冷 冷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我看你吞得很少 对啊 太冷了 我手冰凉 要不我帮她外套给你吞 好啊 来来来 那你呢 你怎么办 没事 我喝男人吧 不关系 那我穿了 你穿吧 没事 我跟你说啊 这还是现实生活中认识的朋友 靠谱吧 我跟你讲 网店这个命令是真不靠谱 你知道吗 就这段时间我跟她每天 每天都有联系 她对我是 虚寒问暖 一日三餐 前段时间我生病了 感冒了 每天都提醒我 多喝热水 多喝热水 问我 有没有吃药 记不记得吃药 每天 电脑闹钟一样的提醒我吃药 提醒我喝水 我觉得 好好啊 怎么这么暖啊 我就好想好想见到她 所以我就跟她 我说 我们见面吧 是我主人约了她 然后她就放这歌词了 然后我就来了 哇你生气胆子挺大的啊 这不原来干 我来见网友 现在还是有很多不靠谱的 没想到 哎 哎 这个真心的香啊 哎 你还没找地方住啊 你住在这里等她 一直在等她电话 电话一直都打不通 都是关机 哦 那你这边的酒店 现在很紧张啊 不好找啊 我等人吧 要不这样 我认识一个朋友 然后她开酒店的 嗯 嗯 然后我我让她给你留间房间 你给我 啊 我帮你订一个吧 啊 咱们也是缘分吧 是不是 我也是外省的 你是外省的 咱们那这些都是老家 这样好吗 没事没事 我帮你订一个哈 啊 我再给你下个单 她那边应该有空间 好了好了 我下好了 好 那来 来来来来 喝喝喝 还有多少酒 来 还有两瓶 最后两瓶的啊 你一瓶 我一瓶啊 我我我不行了 你怎么又说不行了 说了男人 你怎么说不行 我平时我都喝一杯的 你看我君子喝了一瓶 那不行 你一瓶我一瓶喝完 再叫老板再拿几瓶来 啊 这个这个必须的啊 这还要喝呀 啊 对呀 那行吧 那既然你开心 你高兴我都陪你喝 好 我就随便陪君子啊 你最不会啊 干杯 干杯 来来来干杯干杯啊 哎哎哎哎 怎么是手别堵啊 哎 你怎么啦 哎 咱们还没买的 哎 咱们还没买的 咱们就把余子拿捏 这个时候把余子拿捏 咱们去到快乐 咱们再拿出